新手年来就是一段生动的操偶表演 大一剧场掌中人生心细上档 演的就是这位慈禧志工王金福 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 19岁就当上汽车板金师傅 之后面临汽车工厂关闭 转行当摊贩老板 卖过小吃和衣服 王金福总是自尖只有少学学历 却自学了十八班武艺 布袋系更成了他的专业 学什么东西我就特别的用心努力 在我的人生历练当中 有一句话对我提醒蛮大的 就是没有高学历 一定要有高度的学习力 带着他掌中的天王巨星 跟着慈禧志工到校园 融合静思语表演 更受邀成为大一台节目主持人 而且还是英语呈现 他们说你要找我做节目吗 英文的吗 对 你敢不敢吗 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让饰演的男主角吃足苦头 重现当时金福师兄拍摄的状况 所以他双手都是就是举高高的 然后再操 我真的是撑不了大概三到五分钟吧 我这边就已经完全僵硬 然后我已经快要抽筋这样 而妻子三度中风 他也从惊慌失措到学习转念 乐观陪伴妻子做附件 黄金福说人生如戏 就像操作布袋戏友一般 用心学习积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 都能迎刃而解 大海新闻杨韵子登影中 台北报